2015闪耀台湾男星排行 根据了网路温度计调查 第一名冠军就是演出 Carno窜红的素人演员曹佑宁 他从性里红到了戏外 还代表台湾出席了 21U世界棒球锦标赛 人气最旺 而在等艺人咖啡当中 表现杰出的红旗汉 自然演技让观众不喜欢都难 而镜中的新科影帝黄河 也挤进了排行榜前三名 秉清凝神帅气投球素人演员曹佑宁 演出Carno迅速涨红 易改腼腆形象 穿着球衣跳嘻哈舞 年纪轻轻才20岁 表现亮眼的他 拿下第16届台北电影节 最佳男配角奖 更入围本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根据网路温度计调查 曹佑宁从戏里红到戏外 堪称2015年男星排行榜 最闪耀的一颗星 不计形象穿着粉红色 比基尼爬爬走 首部电影处女座 为了九把刀抄牺牲 本名红旗汉的布鲁斯 身材很man 配上可爱的笑容 融化粉丝们的心 成为网路发声量第二名的男星 最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是戏路大转歪的黄河 我很惊讶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非常紧张 年纪只有18岁的戏剧新秀黄河 拿着金钟奖杯 雀跃的跳跃摆POSE 演出电视剧更勤烈六块鸡 号圈从台湾二宫河野 转型圈台湾逢迪锁 新圈代闪耀男星 也让男星排行榜 再度重新洗牌 东风新闻生活中心 在台湾过头